即将来到我们618越热爱越有光重粉直播页的嘉宾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我在弹幕上面也看到了很多人在刷他的名字 他就是我们的实力艺人魏晨 马上魏晨就要跟大家来见面了 那最近呢他的好消息也是非常的多 刚刚就跟没多久前啊 刚刚大家官宣了他的这个喜事 那同时呢他还有另外的一部主演的悬疑探秘剧古董局中局之 剑末寻辞呢也正在腾讯视频热播当中 真的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所以在魏晨在我们剧中试验的这个要不然呢 也是非常的抢眼 那一会儿呢他会有一个特殊的方式 来到我们的现场来送这个时段的整点惊喜的福利 让我们欢迎魏晨 OK哈喽各位腾讯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魏晨 很开心在618越热爱越有光虫粉 直播也跟大家分享有意思的事情 那相信直播到此时 大家已经收到了很多这个腾讯带给大家的惊喜了 没错 我也不例外 我也不能这个空着手过今天晚上 对吧 所以我也收到了他们寄过来的神秘大礼 现在就把我的礼物做一个简单的开箱 这简单就拿在里面 看起来是很精美的 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您好魏晨 我好 依次完成每一页的任务或者小游戏 既可解锁惊喜福利 并送给观看直播的观众 加油 好 第二页 用要不然的方式给大家打个招呼 要不然的方式 要不然 大家都已经知道 要不然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具 就是它的 堕哥堕 喂 哥们 找我呢 怎么样 好久不见 想我了吧 如果想我的话 有一个方法 就是 来腾讯618重团街 给我打电话 希望我们下次见到您的时候 不要说你在里面 而 我在外里面 哈哈 好 很充夸的表演 大家就这么看一看就完了 用普通话 念出以下歌词 路那么远 脸色不要这么难看 去唱出来吧 路那么远 脸色不要这么难看 沉睡并不危险 这人心才是狂烂 遇见不早不晚 遇见不早不晚 似乎它总是有点酸 话别说慢 能不能留一点训练 传来回转 好 就这样吧 今儿唱一时半会儿也唱不完 下一个问题 找不同 这个请迅速找出 右边两张图片的五处不同 完成后对比下页答案 请不吝点赞 五处是吧 这四处 哎呀这最后一处还有点难呢 再看看 再看看 再仔细检查一下 哇这就过分了吧 这就过分了吧 全队 可以在要不然的彩虹屁上 要不然的好 要不然 我觉得要不然首先 潘这个cosplay非常优秀 优秀的男人 这个 不管是办列车员还是办服务生 还是办大佬 还是装那个硅国华侨 都是很优秀 就是在cosplay方面天赋异点 再一个在这个嘴炮方面也是不差 其次我觉得他做事情很认真 他是有一颗这个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的这样一颗心 那我觉得他对于这个义 江湖的这个道义他还是看得很重的 说人之托他就众人之事 然后答应要完成的任务他就一定会完成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男人 所以喜欢这个古董局 军的朋友 一定要这个多多帮我们安理一下 好吧 拍摄过程中跟剧组的成员相处有什么难忘的回忆 其实我觉得最难忘的就是 大家在一起特别用心的去完成一件事 然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大家这个都可以一起去面对 然后看着一个一个难题迎刃而挤 其实最开始接到这个角色也是很喜欢这个角色 很喜欢这个故事 但是怎么样能够把它演活演的有意思 其实对自己来讲 然后对于整个团队来讲 都是一个未知数 你不把这个所有的每一场每一场戏呈现给大家 然后通过表演台词剪辑成片 然后呈现给大家 大家都会觉得是未知数 那很多了解未成的朋友 或者不了解未成的朋友看到了 我们最后的成片都觉得挺有意思的 跟大家之前想象的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我感觉很欣慰的 因为大家因为这部剧去喜欢这样一个角色 这样一个有灵性的男人 然后同时也这个怎么讲 就对未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难难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很多的难忘回忆 包括拍戏的时候跟宇哥学这个滑滑板啊 然后跟这个他学这个魔术啊 还有看他变魔术啊 然后想办法怎么拆穿他啊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很多难忘的回忆 然后包括包括这个肺导啊 然后这个一点一点的要求我做很多 可能之前没有试过的这个表演方法 我觉得虽然是每一次都在尝试 但是我觉得每一次都是有进步的 所以也特别感谢费震祥导演 那宝哥也是拍完以后 然后我们一起还录了一条船上这首歌 然后还去了这个宝哥的马场去 让他教我怎么骑马 我觉得这都是因为这部戏 大家结缘相识 然后因为这部戏 大家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兄弟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难得的缘分 要不然在剧中有个前女友 叫高杏 对于这段感情戏你怎么看 我用电视看 我怎么看 我用腾讯视频看 我觉得高杏是一个挺可爱的男孩 然后我觉得他跟要不然的性格是挺互补的 那其实在这个戏里面 要不然也是因为自己所处的环境 然后面临的那个抉择很难 所以没有办法跟这个自己的女友有什么太多的进展 但是还是这个看到女朋友的时候会心里有点紧张 有点小忐忑 有点不敢面对的感觉 然后两个人见面之后呢 又变成了一个相爱相杀的这样一个关系 就觉得很有意思 其实两个人彼此心里还是有对方的 但是因为这个要不然身处的环境 然后又一直这个 哎呀怎么讲 要完成自己的心愿吧 还是男人还是要有事业那种 所以就暂时搁置了这段感情了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还是怎么讲 本着一个对对方负责的状态 去面对这份感情了 武董局中局2 昨天刚刚播完大结局 作为观众去看成片 和以要不然的身份体验这个故事 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你观众永远是一个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他可以用一个宏观的方式去看整个的故事 对然后但是以要不然的状态 他只知道自己的故事线嘛 对虽然这个剧本已经熟读了 老长风的故事已经熟读了 但是拍摄的涂装 还是以怎么塑造自己的故事线为主 然后很多其实自己知道 那也要假装不知道 对所以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看成片更过瘾一些 所以整个的故事真的是曲折离奇 然后也是很想说的感觉 让你觉得很多的东西很巧妙 然后埋着这些故事线 主线支线的人物 故事都特别丰满 然后让大家就知道 这些古玩古董背后的这些 关于人的故事 这个人味的感觉是什么样 其实真的很喜欢这部剧 恭喜完成任务挑战 现在请你从1-6号 礼盒中任选一个数字 并发布口令弹幕618 越热爱越有光 倒数10个数号 由直播间主持人截图抽奖 1-6号 李盒中任选一个数字 那我就选2吧 因为我的生日是2月22号 然后要不然又是邀佳的二少爷 所以就选2 好 那我们就听二少爷的来看一下 我们的2号礼盒里头有什么 2号礼盒 来 来 这个 我来看一下2号礼盒当中 有一个beats的运动耳机 Towerbeats Pro的运动耳机 哇 二爷手气非常好 同时还有一张 我们价值360元的腾讯视频 VIP的年卡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份二爷的幸运 要来送给我们直播间的网友 来看一下 有谁能够获得这份福利呢 来 接下来 刚才我们这个弹幕上面有人说 我们的规则有点太麻烦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统一一下 两边直播间 不管是在腾讯视频直播间 还是在我们的京东直播间 我们统一一下口令 都刷618 越热爱越有光 加上你们的后四位 手机号码的后四位 好不好 两边我们都统一 来 我再公布一遍 来 我们的腾讯视频的直播间的会员 以及我们京东直播间的会员 统一我们抽奖的口令 都是618 越热爱越有光 加上你们手机号码的后四位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为大家 来抽取 两位幸运的观众 来获取这个Biz的运动耳机 以及我们的一年价值 360元的腾讯视频的年卡 OK 来 接下来我们要劳烦一下我们的二少爷哈 二少爷帮我们来倒数 来 有请二少爷魏晨 10 9 8 7 6 5 5 4 3 2 1 截图吧 来 好 我先截了腾讯的同时 我要来截一下京东的哈 叫我们加快速度 京东截图 截图 好 好 来 我给大家 首先念一下我们腾讯视频直播间的哈 我们号码已经 我们现在口令已经统一了 必须事发618 月热爱月有光 加上你手机号码的后四位 那腾讯视频直播间 我们要恭喜这位叫做 Yang的网友 618 月热爱月有光 后四位是9768 恭喜Yang 同时来公布一下我们京东直播间 这位名字叫做 哲花载酒少年醉 他的手机尾号是8975 恭喜我们京东直播间的这位网友 那恭喜两位可以获得 我们为成为大家谋的福利 就是我们的年卡 以及我们的Biz的运动耳机 那我们要提醒一下我们腾讯视频直播间的这位网友呢 结束之后 要在腾讯视频的Doki的官方微博给他来发你的私信 来告诉你的地址你的信息 这样我们就可以跟你联系 把奖品送到你的手上 另外京东直播间中奖的网友呢 要在京东里头来搜索腾讯视频VIP旗舰店 来联系我们的客服 同时告诉你的地址 我们就可以把这份大礼送到您的手上 再次的恭喜一下两位 恭喜 好 谢谢 谢谢 恭喜两位 那 接下来 我们送完两位这个福利之后 不知道我们的魏晨还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吗 好 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 大家觉得有意思吗 时间过得很快 然后希望有机会能够有更多有意思的作品 然后能够在我们的腾讯分享给大家 也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安利 我们 我们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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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希望这个大家多多安利 我们这一部这个古董鞠躬绝之见墨巡奇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一条船上 都在这个腾讯的平台有发布 希望大家能够因为这些影视作品音乐作品 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然后希望你们 也是今天晚上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各位 晚安 拜拜 拜拜 拜拜